安定时间1月3日星期天 民主党众议员南希·佩洛西 以微弱优势连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新一届国会在政治不确定性中上任 参议院控制权未定 而共和党多名议员 对总统选举结果的质疑也还在进行 众议院以216对209票的结果 确定了佩洛西的连任 此前民主党在2020年11月的选举中 失去了11个众议院席位 优势减少 以222比212的比例 继续成为众议院多数党 5名民主党人选择不支持佩洛西 其中2名民主党议员 投给了没有参选议长的民主党议员 而另外3名民主党人只是投了在场 相当于弃权 佩洛西当选后 强调本届国会面临非同寻常的困难时期 尤其是严重的疫情 as we are sworn in today we accept a responsibility as daunting and demanding as any previous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has ever faced we begin this new congress during a time of extraordinary difficulty each of our communities has been drastically drastically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and its economic crisis 350,000 tragic deaths 第一届参议院也于1月3日开始运行 虽然紫治亚州的两个参议员席位选举 将在1月4日进行 因此参议院现在依然由共和党控制 多名共和党参议员和共和党众议员 计划在周三1月6日国会认证选举结果时 对拜登获胜的总统选举结果提出质疑